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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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台群 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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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我发现目标他头是不转的 从二十多岁起 吕玲珑便拿起了相机 将镜头的焦点 聚焦到了青藏高原之上 吕玲珑说 藏湖与其他种类的狐狸相比 面部看上去较宽 所以又被称为大莲湖 藏湖常出没于高山草垫和河谷地带 因为它的主要食物鼠类 常在这些地区出没 还真是巧 这个藏湖还真是这个时间出来捕猎 它是全天候 全天候 晚上它也捕 杀手我饿杀手 就出来捕 你看现在还往那边再走 跑那边去 这个给我们的时间够长 够长 真不错 它这个物种只有青藏高原有 吕玲珑此次来到石渠 除了拍摄作品 还有一件更具意义的事 在等待着它的参与 这件事 还要从它拍到的一张照片说起 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吕玲珑啊 于2020年6月 在石渠县的嘎伊乡拍摄的 当地村民卓洛在一条河谷内呢 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舍利 他等待了许久 也不见小舍利的母亲出现 为了不被其他动物伤害 卓洛呢 将这个小生命带回了家 来进行照料 卓洛一家 给小家伙取了个名字 叫伊珠 可随着伊珠一天天长大 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 考察组和吕玲珑 从石渠县城出发 一路向西北方向行进 来到了嘎伊乡 来到了嘎伊乡 在卓洛家的院子里 考察队员见到了已经长大的椰猪 他对陌生人的到来 并没有产生恐惧 见到吕玲珑后 还显得格外亲密 跟您很亲近啊 嗯 它这么大一点 我就抱着它 就抱着它 对 这个舍利它是多大的时候来的呀 李老师 一个月 第一次跟舍利这么近接触 大家看啊 这个舍利啊 它还是这个 还有它的特点 这个猫科动物 你看 它这个腿很长 尾巴很短 耳朵它有点粗小毛 而且你看脚很大 这个大脚掌啊 看着就有点像这个 雪豹的一个脚掌 吕玲珑的助手邓珠 为考察组提供了一些 它拍摄的野外舍利影像 从这段视频可以看到 这只舍利 凭借修长的四肢和后世的足掌 在雪后的陡坡上攀爬 毫不费力 舍利是一种喜寒 体型中等的猫科动物 共分为四种 分别是欧亚舍利 加拿大舍利 伊比利亚舍利和短尾猫 我国境内的舍利 属于欧亚舍利 主要分布于东北 西北 华北和西南地区 在着陆和老伴达吉的精心照料下 野猪长得十分壮实 现在每天能吃掉三千克左右的肉 乡里在得知着陆一家 救助了一只舍利后 也对他们给予了补助 但随着他日渐长大 另一个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他只吃肉吧 我们下年儿的肉牛奶他都吃 都吃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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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考察队员与卓洛正在交流时 野猪却突然扑到了卓洛的身上 哎呦哎呦哎呦哦 这个他打得很锋利啊 容易把手给抓坏啊 刘老师他是设立在袭击人吗 你看他现在不是袭击人 他跟你玩 他是在玩是吧 一种动物的亲热的表现 这个大姐从一个月大把他捡回来 眼睛还没睁的时候 把他养大 他跟他俩关系非常亲密 非常亲密啊 哎呦那么你看你看 对呃但是跟人呢 他就他这爪子太锋利了 你沾就就就滑脱了 吕玲瓏说刚才奢利的这种行为 虽然是一种与人亲密的表现 但由于他的爪子十分锋利 而且体重已经达到十几千克 难免会对人造成误伤 为了防止感染 着陆还要经常到乡里卫生院 去对伤口进行处理 野猪逐渐显露出的原始野性 让着陆一家开始产生了担忧 他们倒不是担心自己 而是怕他跑出去后 伤到附近的村民或是牲畜 而安静下来后的野猪 还总是望向远处的山谷 眼神中 似乎透露出了对大自然的渴望 据吕玲瓏介绍 在石渠除了奢利还有雪豹 豹 豹 兔孙 荒漠猫 豹猫 等多种猫科动物出没 从生态角度来看 猫科动物作为自然界当中的顶级掠食者 它们其中出现的区域一般都有较为优良的生态系统 那么石渠线的野生动物的分布有是怎样的特点呢 这种分布特点与这里的地理环境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为此考察组在离开卓洛家之后对周围区域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 考察组的车辆行驶在一条公路上 两旁是典型的高山草垫地貌 就在这时 有队员发现 闪破之上似乎有动物在活动 在什么地方没看见呢 前头这儿 前头这儿 这儿就前头近 这么近 赵源林拍到了 离我们非常近 大概距离也就一百米不到 正在背对着我们 它最大特点呢 就是屁股是白色的 像个心形的 非常明显 现在又横过来了 藏源林是一种牛科 羚羊亚科动物 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藏源林通常会在高山草垫区域活动觅食 藏源林正在这个山坡上 吃这个应该是草 他们的确都有这个抛土的习惯 估计可能是在吃草根 吃得津津有味的 藏源林是极群生活的动物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御天敌 因为在这片宽阔的区域内密实 威胁可能会随时出现 一行人又沿着公路行驶了约一千米 藏源林的天敌便现身了 那个是什么 什么呀 前面可能看到一头狼 看看能不能给他拍到 狼是狼是一头狼 他正在回头 正回头往这边看 看到我们了 要跑 我们远处跑去了 非常突然 突然间就发现这个狼在山坡上 这只狼在山坡上一边游走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似乎在寻觅着它的猎物 考察队员发现 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有一只落单的藏源林 正警惕地注视着狼出现的方向 单独一只 你看它站在那一动不动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在干嘛 是在 它就是在看那个狼 看那个狼 看就是那个狼去哪个方向 它这个狼奔下面去了 对 在我们前方那儿发现一只藏狐 刚才我们拍到一只狼 现在又拍了一只藏狐 这个大中午的也出来捕食 在自然界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博弈 每天都在上演 在这段穿越高山草垫的公路上 短短几千米内 考察阻就先后发现了 藏源林 狼和藏狐等野生动物 吕玲珑介绍说 远处海拔更高的地方 有高山流石滩 那里是雪豹的生境 雪豹的主要食源 岩阳常在那片区域活动 裸露的岩石颜色 与雪豹灰白色的皮毛十分接近 异于它的隐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铝玲珑》的摄影作品中 有许多是以奢立为主题 《铝玲珑》的摄影作品中 但是这种动物生性激进 它是如何寻找拍摄点位的呢 在吕玲珑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了卓洛家附近的扎曲河 吕玲珑说 在野外拍摄时 一些典型的植被就好似路标 可以引领摄影师 更容易地找到动物出没的区域 是这样的地方 有什么特点 你看灌木虫 灌木虫 它可以躲藏 而且灌木虫还挺密的 它接近到很近 你看不到它 而且这个灌木感觉并不是很高的灌木 就是矮矮的小小的 其实这里头兔子多得很 兔子就是它的基本事 它就会利用这些东西潜伏射过去 抓到它 明白 猫科动物在捕食时 多采取伏击策略 常会在食源丰富 且利于隐蔽的环境中活动 以蛇利为例 它的身上长有斑纹或斑点 隐藏在灌木虫当中 不易被发现 身手矫健的蛇利 在相对低矮的 河谷灌虫中潜伏 可在发现猎物后 快速启动 将目标捕获 对于被救助的野生猫科动物来说 放归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 着陋甲就在扎取和河谷内 距河谷灌虫密布的区域 直线距离不足两千米 虽然附近就是适合 奢利栖息的环境 但在吕玲珑看来 以椰珠现在的状况 还无法放归到野外 它不会捕猎 但是我看它碰碰得也很高 那是斗牛丸 表示一种亲切 它不是捕杀 并不是捕杀 捕杀的那个动作完全不一样 吕玲珑曾拍到过这样一张照片 一只母蛇蜊在逮到野兔后 没有马上投喂给幼崽 他把那个兔子带着到处刷 让小蛇蜊适应刷这个头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教小蛇蜊 因为你首先要有一个条件 让它从小就适应 有妈妈带着它去捕食 它该吃什么动物 并且有捕食的方法和技巧 它没有传承了 没有母亲交它了 由于叶猪呢 没有接受过野外生存技能的训练 所以呢 暂时还无法放归野外 但是作为一种生性凶猛的猫咳动物 它长期由村民照料 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只车里将来的归宿 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在这时考察组听说 位于石渠县中部的宜牛乡 有一位叫土灯的村民 不久前他将一头白纯鹿放归了野外 那么这对小蛇蜊今后的放归 是否会带来一些启示呢 随后一行人感到了宜牛乡 可当队员们见到土灯之后 却发现他一直心事重重 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呢 吕玲珑因长期在时区拍摄 对这一带各种动物的情况 了如指掌 当地人遇到一些相关问题 也常会请他帮着出主意 一行人来到了宜牛乡 土灯已等候多时 白纯鹿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 因其唇部周围和下颌为白色 故而得名 这两只白纯鹿 公鹿十岁 母鹿八岁 都是土灯在放牧时 从野外救助回来的 当时的它们 都是没有成年鹿庇护的幼崽 很难独自在野外存活 现在这两只白纯鹿除了吃草外 土灯还会给它们喂一些特别的东西 你看它这个在喂它盐 你在野外环境里头 你要找到食草动物的这个寄居点 就是有那些垮塔山的山体的那一个面 只要清除盐渐水来 它们基本上都要到达去吸收那个盐分 屡灵龙告诉记者 在野外 动物们会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来努力求得生存 以草食动物补充盐分为例 从自然界主动获取 会比人工头位更有利于健康成长 大自然才是它们最理想的家园 土灯曾多次尝试将白纯鹿放归野外 最终都没有成功 因为在土灯家生活得太久 它们已越来越离不开人类了 两年前 两只鹿交配产下了一只雄性小鹿 手机上有 我看这是这个小鹿 太漂亮了 也长出脚了 漂亮漂亮 也跟这公鹿一样 也是两个脚长出来了 对野生动物来说 在自然环境当中成长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土灯家降生的这只小白纯鹿 只有两岁 还有放归的希望 所以土灯决定将它放归野外 土灯说 当时它把小鹿带出了院子 并关上了大门 希望它自己走进山谷 起初小鹿是恋恋不舍 不肯离开门口 后来又在家附近徘徊了将近一个月 才跟着牦牛群走向了大山深处 两年来 小鹿在土灯家出生 长大 它们之间已有了深厚的感情 如今小鹿已回归自然 它是否还平安健康呢 土灯还是放心不下 已经放走了有十天了 十多天了 十多天了 对 那它还中间回来过吗 这十多天 没回来过 小鹿进入山谷 已经有十多天的时间了 现在土灯的心情十分复杂 如果与小白纯鹿 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它很可能会跟着人回到村子中 犯规就会失败 所以 它现在常会在村子附近 用望远镜远远地瞭望 希望能了解它的一些近况 还是见见这个路啊 还是想这个路啊 想了 我路在这里去了 想起来 看着看不到 能看得到吗 看着看不到吧 在这之后 队员们得到消息 前几天 有村民在附近的山中 见到过那头小鹿 为了帮助土灯 寻找小鹿的踪迹 以及了解白纯鹿 栖息环境的特点 考察组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 进入了土灯家附近的 一片山地 太远了 对 面积大 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对 大家发现 这里属于高山草垫地貌 但是面积很大 仅靠肉眼搜寻 难以发现较远处的动物 而考察组携带的无人机 此时就派上了用场 它得是就这片区域 在这片区域找一下 没有哈 我没看到 这边是牛 那边是太阳湖 顺着这个山脊再看看 山脊上现在看没有 无人机飞过山顶 山腰和谷底 始终没有发现小鹿的踪迹 整个是转了一圈 电话咱到换一个地点 再看看 更换电池后 无人机扩大了搜寻范围 在降低高度时 队员们有了发现 雪地里头好像有这个 脚印 是不是那些 这就是脚印啊 很大这个 这个感觉是棕熊的脚印 从脚印的大小和形状判断 这极有可能是西藏棕熊留下的 考察族来到石区时正值冬季 这个季节 虽然大部分西藏棕熊会进入冬眠 但个别棕熊由于特殊原因没有冬眠 仍会四处游荡觅食 因为冬季食物的稀缺 它们会变得更加凶猛 图灯说 在这片山地之中 除了西藏棕熊 还有狼除木 它们都是白纯鹿的天敌 仅仅两岁的小鹿 能应对得了这些掠食者吗 想到这些 图灯更加忧心忡忡 通过调查 绿灵龙发现 这个土灯家附近的这片山地 并不是白纯鹿最适宜的气息环境 因为这里还缺少一种植物的分布 那就是高山灌丛 与舍利用于潜伏捕食的河谷灌丛不同 那高山灌丛对白纯鹿的生存另有意义 绿灵龙告诉队员 白纯鹿这类草食洞 食源主要是植物 只要放归地点合适 它在野外就可以凭本能去获取食物 相比之下 这舍利一出作为自然界当中的掠食者 如果未经野化训练贸然放归 很难在野外生存 可要是不放归的话 着落一家又不好再继续照顾 真是两难 这舍利的近况啊 引起了石渠县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关注 他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 在多方努力之下呢 舍利一出的命运会如何发展呢 而那只消失在人们视野当中的白纯鹿 又能否被找到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